大家好 今天是4月11日 星期四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市場 由於昨天美國的CPI是霸盆 所以市場被拖垮下來 其實在我今天一篇文章 都已經有講了 CPI是會回升的 那篇文章 當然是誠於這個CPI 就是昨晚已經寫沒有見到CPI公佈 之前已經做好了 最主要就是因為美國的汽油價格上升很多 在這方面就影響到 簡單一點 根本就不用看 還有數據也有很多事 現在美國的數據 拜登政府為了支持它連任 是很多數據都造假的 那就算數了 講完了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情況就是如此 由於今天基本被拖垮 於是就會出現升的板塊 不是那麼多 我們來看看幾個問題 一定就是 美國如果有息口上升的可能性 會拖動到中國息口上升嗎? 不會 那麼會不會拖動到香港息口上升呢? 會 因為港元和美元是有聯繫匯率掛勾的 所以我們會影響到香港的股票 真的影響不到A股的股票的波 所以你就看到 今天 美股的跌得很多也好 港股跌到某個階段就會回彈 我始終就是覺得 在這個過程中 開始是中美 有些脫鉤的了 好了 我們來看看 上升的板塊 多的是 資訊器材 有媒體 金石礦物 還有黃金和貴金屬 石油氣和天然氣也有低位 可以爬上升 資訊科技方面 也看到 有很多都是 很小的東西升 這些升了240% 214% 這些都是很簡單 都是很小的東西 不足夠1元 最多的是檸檬 是影響 然後是金屬和礦石 就看到 這些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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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 有關於 這個 這個 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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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 是 是 是 這個 中國方面 是經濟方面 會轉好 時中 一定對貴金屬的要求 是多了 這些金屬和天然多了 煤炭 也是同樣的道理 是需求多了 黃金和貴金屬 也當然是一樣 是這樣的 我們看看 好 個別股票方面 就很明顯 除了騰訊 有微星之外 很多其他股票 都會跌了 當然 除了有能源的 海油石油 還有 中國石油 會升 紫金抗熱 會升 宏喬 會升 神華 會升 這些都是資源股的類 其指 是 看得到 還未能衝上去 下回 不過 又是同樣 一句 首起保利加通道 中族之上 最終 便可以上去 始終還是說 在6月底 應該可能見到 183至185 的 今天 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一下呢 第一隻 是 海螺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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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螺水泥